各位朋友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人館 我是小帆 剛剛就在旺角買了這隻 青春本樂的CD 不知道是什麼封面 跟大家一起拆一下 順便看看裡面的 每一樣的item 是怎樣 如果有些朋友是 心願意馬現在是不知道 買不買好的話 看看看完這條影片 會不會令到你可以 做出一個決定 那我現在就嘗試 用這個開信刀 去開這個CD 開了出來 就 開了出來 小心翼翼星 有個膠套 有個膠套 先拿走了 那個膠套 先放在那邊 那揭曉了 究竟是什麼封面呢 燈燈燈燈 我也很緊張 一會停 接著又有 好 胡曉江 登燈燈燈燈 哎呀 好 這裡有一塊 Postcard 哎呀 這是什麼封面 這是誰來的 看一看 誰來的呢 咦咦 是小公主來的 是Chantel來的 那 看看先 可以 用哪個做封面好呢 Gigi Gigi做封面 看看先 怎樣可以做到Gigi做封面呢 嘗試蓋上 咦 這樣就變成Gigi做封面了 那 背脊呢 就 其實是一個 這個紙的質地又一般的 這邊 不算是很高質素 那 這些筍口位呢 如果摺了之後呢 就會有少許凸了出來 那 暫時放回去先 變成Gigi封面了 現在 Gigi封面 裡面 就是變成Chantel 那 哎呀 好 那看一下 那些Postcard 不如 這張就是 I Me My Myself 自我推介 這個就是 兄弟幫 那 這個其實是 最後 昨晚大結局的那個 大家忍不住哭的那個場面 那 裡面也都是有 歌詞集 那 歌詞集 看一下 歌曲的鋪排 先 因為Johnny Yim 就是 重新 擺了些次序 好 第一首呢 就會是這個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那 然後第二首呢 就是 是 自我推介 就是兩首快歌 跟著呢 就 整首慢歌的國語別蘭歌 跟著就是 兄弟幫 跟著就複雜 好 跟著看下 另一邊 第六首歌呢 就是 第六首歌就是 靈魂伴侶 跟著呢 就是 傻人 那 就是呢 其實 三個小花 那三首 單曲呢 就連著的 跟著就會是 三個小花一起的 即影即有 最後才聽回這個主題曲 那 那 裡面 這個紙質是不錯的 這個 這個紙質不錯 不過 那個 顏色方面呢 就好像 沉了一點 兩邊都是比較沉 有些 玩些懷舊 感覺 那 好 好 跟著先看一些漂亮的東西 看看一些 Postcard 那 這個Postcard的質素不錯 這個Gigi 很漂亮 那 後面又 有個青春本羅的 位呢 給你去寄 就是貼個 郵票去寄 不過當然呢 都不會有人寫得 拿去寄給別人 拿去收藏 哇 跟著另外一張 又是很漂亮 想看 跟著就是一個 傻人 跟著就是 春卷 跟著三個小花 三個小花 買珍珠奶茶 哇 跟著都是 全部 全都是女仔 的相 這張都很漂亮 我認得 兩姊妹 啊 不是兩兄妹 所以 兩兄妹 這個就是 昨晚最佳造型 各位朋友仔 跟著 另外一張 就 全體 合照 哦 其實就 沒有了些 那些Postcard 就沒有兄弟幫啊 還有這個 自我推介 就有少少可惜 看來都是集中了在四個小花 那 好 那就暫時放在那邊 那 另外呢 就 買CD 就送這個海報 那 就看一下這張是什麼海報 看一下是什麼形式 好 將那些CD放在那邊 先 等一下 看看 樓下青春印記 年度火熱推介 2022首張電視原聲 歌曲大碟 青春本樂 那是三個小花 青春不忘本樂 以音樂唱出初心 那聲夢傳奇學員呢 參與這個創作 英國 ABBY ROLL STUDIO 舞台製作 修錄九首歌曲 那包括 這兩首就是 有派台的 就登個名出來 靈魂伴侶 複雜 主題曲 青春本樂 會不會那些首歌拿去派台呢 可以登個名出來 那就是 附送一套八張迷你明信片 寫下青春 滿載回憶 那也都有 這個DIY封面設計 三款不同的 碟面設計 隨機限定相架 那就是Gigi Yumi 和Chantelle 那就記錄下這個 情人之上市 那 這條片呢 就來到這裏先了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很少機會 會 聽CD的了 那所以呢 應該都是 最多就有 有時候有機會在車上播 那但是在車上播呢 都不會一次過聽得完 因為 很少我開成 三十分鐘車以上 那所以呢 這隻碟呢 都是擺的機會居多 不過 其實它附送的東西是幾好的 就是 Postcard 這張海報啊 其實都 值不少錢 那所以其實都值得的 這個價錢 我就買百四元的 那外面應該是 不同的唱片店 都是賣不同的價錢 那看一下大家 怎麼看這隻碟 那今天來到 到這裏先了 多謝大家 拜拜